什么?老头失了道理 魏英大吃一惊 蓝湛握紧他的手 说,回去再说 回到静视 蓝湛破天荒霉端坐在矮挤边上 而是跟魏英一同坐在榻上 屋里生了炉火 魏英还被裹了一床被子 魏英的手摸着没有多少温度 蓝湛总是怕他冷 魏英被裹成一团 像冬眠刚醒的小动物一样 看着蓝湛 蓝湛,我觉得没有那么冷 蓝湛看他一眼 说,盖好 哦,魏英乖乖听话 但按捺不住好奇 问蓝湛,老头的道理是谁啊 我也没见过 只知道他不是修道之人 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医师 蓝湛说 母亲先逝的第二年 他过世了 整个云深不知处闭门三日 和祖稿素 为他送葬 四十多年前 当时的蓝氏家主青横军夜列归来 带回一位明媚动人的女子 也是在那一年 刚过籍贯之年的绿云军 外出采药时 就回一个不慎掉落山崖的少女 也把他带回了云深不知处 少女自称阿梅 无父无母 平日里靠采药卖药为生 绿云军年少有为 医术在蓝家已是上品 就算放眼仙门百家也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颇有些自傲 他就回阿梅时 就已经发现他没有金丹和灵力 只是一个普通人 因着男女有别 确认他没有性命之优后 他就把他送到蓝氏的女修那里静养 过了几日 蓝氏的女修住处忽然炸了锅似的 隔着墙也能听到女孩们银铃般的笑声 绿云军和其他年轻的男修一样好奇 但他素来胆大 不能翻墙去看 他就去敲女修住处的院门 借口向师姐询问药理 透过敞开的院门 看到了被女修们围着说笑的阿梅 察觉到目光 阿梅看向他 笑弯了双眼 伸手朝他一指 问身旁的女修们 那是绿云军吗 女修们纷纷点头 是啊是啊 他是我们这一辈里医术最好的 绿云军被抓了个正着 也不害臊 直接问师姐 你们刚刚在笑什么 师姐说 阿梅在给我们蒋山下的去世呢 你也知道 我们不常下山 见识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什么趣事 师姐微微一笑 要不你进来听听 绿云军胆子再大 也不敢贸然走进女修居所 毕竟男女有别 他摇摇头 不了 刚才问你的那个药材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用了 多谢师姐 师姐看他一眼 轻骂道 醉翁之意不再久 你呀 师姐正要关门 阿梅却已经走了过来 说要跟绿云军探讨医术 离开女修住处 到了松树下敞亮的亭子里 阿梅扔给绿云军 一个绿色的香囊 笑道 猜猜看里面有哪些药材 猜对了 我就给你讲一件趣事 绿云军觉得好笑 说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还要听人讲故事 哦 那算了 阿梅笑了笑 要把香囊拿回来 但 猜猜也无妨 绿云军眼疾手快 拿起香囊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说 白纸 昌仆 丁香 紫苏 霍香 心仪 还有一位 阿梅笑盈盈看着他 问 还有一位是什么 绿云军仔细闻了闻 不太确定 忍冬 不是 桑叶 他摇头 说 不是药材 那我猜不出来 想知道吗 嗯 那你得给我弹首曲子 听说你们蓝氏都是乐修 虽然你医术了得 但也应该没忘本 绿云军想了想 说 成交 阿梅说 是我随手摘的野草 绿云军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绿云军 说话要算话哦 阿梅撑着下巴 歪头看他 笑得很开心 说 给我弹首曲子吧 随便拿首都行 看着他灿烂的笑容 他心中一动 犹如春风拂柳 月照松林 当下照出自己的放归琴 认认真真弹了一曲 也有曼草 于是那一日 蓝氏门生都知道了 以医术闻名的绿云军 其实琴术不比青横军差 同时也知道了 一向放浪不羁的绿云军 有了心上人 后来呢 魏英听到这里 忍不住催促蓝湛 蓝湛拿过床边的杯子 喝了几口水 回忆到 父亲和母亲成亲一月之后 绿云军也和阿梅前辈成亲了 因为过往仇怨 我的母亲不被家中长辈认可 因而一事极为简单 只在寒室行了三拜之礼 但绿云军不同 她人缘好 阿梅性子又讨喜 而且医术也不差 长辈们都替她高兴 婚礼办得很隆重 整个云深不知处 都张灯结彩 完全盖过了家主的风头 魏英想了想 说 这是你家长辈 故意敲打你父亲吗 父亲对此从未有怨言 我也不太清楚 你接着讲绿云军的事吧 修仙之人 容颜不亦老 寿命也长 但阿梅本就是普通女子 加上先天体弱 后天无法修炼先术 所以成亲以后 绿云军开始想方设法 给她调理身子 希望她能活得久一点 但阿梅本人并不在意 而是劝绿云军顺其自然 婚后夫妇二人经常下山游历 一路救死扶伤 结了不少善缘 阿梅爱花 沿路搜罗了不少开花的药草 都带回去 种在云深不知处后山的荒地里 有一年春天 她旧制的花笼 送给她一株小梅树 她也把它栽到了后山 后来绿云军索性就在那里盖了一处园子 名为梅园 梅树第一次开花的时候 雪下得很大 满树红花绚烂 阿梅前些日子不慎落水 生了一场大病 瘦骨临寻的 她裹着被子 看着窗外的红梅 回头却对守在床边的绿云军笑 这梅花像我 以后若是我走了 你看到它 就像看到我 绿云军心中悲痛 只说你不会的 我们家有那么多珍贵的药草 加上你我医术都不低 你会好起来的 成婚后第四年 阿梅有了身孕 女子怀胎本就艰辛 加上阿梅体质特殊 孕土的厉害 绿云军日日守着她 不是想要方 就是熬药汤 偶尔也陪着她 在后山散步 孩子最后还是没能生下来 阿梅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卧床半年之后才能下地行走 石枝初夏 园子里开满了各色的花 阿梅还是笑 问绿云军 难为你又去找了这许多药草 绿云军小心翼翼地扶着她 说 不难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阿梅和清衡军的夫人并不熟 却听说她遗产下一子 名为兰幻 阿梅临时起意 说 我想去看看清衡军的夫人 她一个人住在龙胆小住 应该很寂寞吧 虽然家主有令 龙胆小住不见外客 但绿云军不忍拒绝自己的妻子 还是带着阿梅去了 那一日 龙胆小住迎来了除清衡军外的第一位客人 阿梅带了半篮子刚摘下来的忍冬花 放在龙胆小住的房门外 与兰夫人隔着一扇门聊天 他们宿媚平生 却一见如故 聊了足足两个时辰才算 走的时候 阿梅摘走了一束龙胆花 还跟兰夫人约好 等到月底面巴 兰幻被如母抱来见她的时候 阿梅再来看她 清衡军之道后 特意去梅园向阿梅致谢 龙胆小住依然不见外客 但阿梅在云深不知处时 每月中旬会去一次龙胆小住 每次都带不同的花去 再与她隔着门 闲谈一两个时辰 往后的六年里 这两位兰氏的夫人 变成了不常见面的闺中密友 兰幻和兰湛 每月念巴来见母亲一次 两个冰雕玉琢式的小娃娃 常常坐在廊下看着龙胆花 或者听母亲讲书中的故事 有时候刚巧阿梅也来龙胆小住 她远远看到母子三人在花钱欢笑 不忍上前打扰 就悄悄离去 此后她再来龙胆小住 会特意避开兄弟俩来探望母亲的日子 阿梅的医术日渐精湛 蓝氏的长辈和小孩都曾受过她的医治 因而她在云深不知处声望极高 她的行动不受限制 有时会和绿云君一起给小辈们上药礼课 偶尔会在蓝氏看到年幼的蓝幻和蓝湛 他们见到长辈总是规规矩矩地行礼 一板一眼的样子像极了蓝起人 一眼的味道